很多時候為了政策 為了選舉 基隆現在是17.7億 變成53.86億 如果照這樣的金額的話 基隆市民每個人要負擔 大概1.5萬元 為什麼當時要說這個 為什麼政黨一換 你馬上要他多負擔到53億 因為基隆捷運已經喊了 將近20多年了 確實 基隆捷運是騙局 只要選舉的時候就會拿出來講 選完局就要變另外一個樣子 騙局升級之後還是騙局 我想這個基隆捷運一變再變 過去其實在蔡總統競選 這個總統的時候 不管說2017年的支票 2022年要動工 那從81的台鐵 這個TrainTrain的系統 到中運輛捷運 第一階段其實 部長我們在交通委員會的時候也談過 當時425億這個數字 是你自己喊出來的 那現在馬上又暴增到697億 而且你425億還沒有喊 八堵到基隆的這一段 那目前現在 我們知道說基隆市政府 這幾天也有反應 就是說在他們財政的這個負擔的一個狀況下 你現在目前從 基隆市政府 可以負擔的本來你們 最早林市長你在當任市長的時候 你還跟基隆的鄉親講過 基隆不用出錢 這句話我想你可能還記得 但是你現在 但是後來王部長就說 那至少要出17億 17億出完了 現在 換了政黨執政之後 馬上變得53億 這不管說在社會觀感上 還是說你們在預算的這個掌握上 跟相關的一個片列上 其實都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這個其實 其實對基隆的鄉親來講 他是情感上沒有辦法接受的 這部分要不要請部長講一下 是 公務員包括 基隆捷印在這過程中一直在升級 升級到捷印 所以說為什麼那個錢會增加的原因 第二個 整個現在17.7億會增加 第一個是這個一些物料 銀券物料的這些上升 那個部長 我跟你講啦 物料缺工工程 我老實說啦 現在你民進黨前瞻計畫 瓜瓜做這些軌道建設 你整個國家的公共工程的調節 是有問題的嘛 到底有沒有辦法 短期內接這麼多工程 或是執行 不然怎麼會造成那麼多地方政府 很多在公共工程上的一些問題 這個就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然後很多時候為了政策 為了選舉 提早就把支票開出來了嘛 開出來後面發覺執行不行了 再來加預算啊 如果換了政黨又不一樣 我們現在看 425億調到697億 總共加了272億 配合款是這個增加兩 這個 總經費大概加是六成左右 60%左右 但是基隆現在是17.7億 變成53.86億 加了36.16億 整個配合款是增加兩倍的 林市長最清楚 林部長最清楚嘛 基隆本來是市級的財政 在你努力的還款之下 現在變三級 但是基隆的稅收有辦法 支運這樣子嘛 如果照這樣的金額的話 基隆市民每個人要負擔 大概1.5萬元 各位報告 他裡面 土地 那這個數字怎麼算的 53億裡面的土地 費用大概18億 54億裡面大概18億 就三分之一 那這個部分 事實上可以透過都市計畫的手段 來取得 這個比如說 這個捷運的用地 為什麼林部長在當市長的時候 你不這樣講 他有在考慮這方面 就是說 為什麼當時要說這個 基隆不用出錢 這是驅動徵收 跟一般徵收 這個 有關於捷運的事情 剛剛講說不用出錢 而且 這個大眾交通運輸公路 基隆捷運這個是應該有 中央政府來主導的一個公共建設案 尤其它的複雜度 為什麼會拖那麼久 那個林部長最清楚嘛 因為當時涵蓋了三個縣市嘛 講白點四個問題嘛 第一個 誰來蓋 誰因運 虧損的 誰來負責 這個其實就是 當時在溝通 包含你當時提這個 做這個世事會議 那時候前交通部長林佳龍 在召集了這個會議主要的目的嘛 那好不容易釐清到現在了 為什麼政黨一換 你馬上 要他多負擔到53億 我跟委員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 我內政部的權責的部分 我來跟你做說明 這個 因為捷運路廊的話 要取得 他要 都市計畫變更 好 那所以他需要土地 那這部分 如果涉及主要計畫的變更的話 我們內政部會來全力協助 那所以呢 土地的變更 跟取得 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用錢 另外一種是 我想這個財源 基隆市政府地方政府 都要去找 這個我想大家都要共同努力 但是中央不要讓人家覺得 換了政黨 就在 就在給人家增加相關的預算 我們補助 院長你有沒有辦法承諾 你有沒有辦法現場承諾 針對相關的配額管的部分 能夠給基隆的鄉親 再多一點的這個相關的一個額度 來盡量來去協助 中央補助地方做建議 一次增加兩倍太多了 已經行之有年的辦法 這個辦法當中呢 我們是以最優惠的方式 來補助地方政府 讓中央跟地方一起來努力 那剛才講到的 像土地徵收的問題 怎麼樣 讓這個經費可以減少 再加上剛才你提到的 這個營建成本的增加 這個是全世界的問題 而且老實說 如果照你們現在這種 運算編列跟公共工程的這個規劃 你現在目前你提了六百多億 到時候我看也不夠了 目前齁 部長你現在這個六百多億 有沒有含第二階段 基隆到 八堵到基隆 沒有 就是南港到八堵 就南港到八堵 哇 那這個到最後可能 八百多億跑不掉 那個 如果我記得 四百二十五億 也不過是一年前講的事情 對 這個 這個就是說整個在優化 事實上我們這邊也牽涉到 跟西東縣的整合 整個 你講到重點了 西東縣的整合 那這個部分 跟新北市政府現在目前的溝通 跟未來的這個 營運跟虧損到底要怎麼負擔 如果說一條捷運 還要分兩三個縣市 甚至是中央 來去分別來去建設 其實這個是會不會有問題的 是 我跟委員報告 實際上交通部已經盡很大的努力 跟三個市的市長 市政府來溝通 目前新北市跟台北市都沒有問題 而且未來的 銀建 新建跟這個營運 都是新北市願意來負擔 那他也會來協調三個市之間的 這個相關的經費的分攤 那中央當然是按照既有的辦法 給予地方最好最優惠的這個補助 院長我們不希望基隆捷運 因為基隆捷運已經喊了 將近二十多年了 確實 那確實這個也是執政黨 非常大的一個社會上質疑的地方 甚至坊間都說基隆捷運是騙局 只要選舉的時候就會拿出來講 選完局就會變另外一個樣子 騙局升級之後還是騙局 我們不希望變成這樣騙局成真 所以第一個 我們希望提出三個訴求 第一個 第二階段 八賭到基隆的部分 要儘快確定 到底有沒有辦法來去執行 因為這個我們知道有路廊的問題 第二個部分 在相關地方政府配合款的部分 基隆的部分 一定要全力來去支持 五十三點多億真的太高了 我們希望院長在這邊承諾 能夠替基隆的鄉親跟基隆的地方政府 來去做相關預算的一個證據 我們也希望您部長可以 在這個部分幫忙 您也是我們基隆的大家長 第三個部分 在相關基隆捷運興建的過程之中 三個縣市溝通好之外 河谷郎貸的發展 TOD的部分 雖然地方政府 他們可以去 來去做相關的招商跟建設 但是我們希望還是要配合中央的政策 包含跟內湖 南港相關科技園區的產業鏈結之外 第二個 增加社會住宅的比例 幫雙北地區的青年減壓 讓基隆跟雙北地區可以真正任督二脈 打通出來 甚至未來還可以延伸到 我們的桃園機場捷運 把我們北台灣的整個國門計畫 能夠有效的從經濟面 產業面 青年政策面 三位一體 來去提升 有沒有辦法做到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